阿羊啊 去洗个澡吧你 洗澡 你要干嘛 你在想什么菠萝呢 我的意思是去岩浆里洗个澡吧 我刚刚看你刚来下届就迫不及待的掉下去了 你不是挺喜欢的吗 我称全你 这个就算了吧还是 是陆地 是陆地啊阿羊 真真正正的陆地 这么久了 终于踩到快 不用担心突然踏掉的方块了 至于这么激动吧小月 不就是个下界吗 搞得跟没来过一样 你再这样我可就不认识你了 嘿 嘿 嘿 哎呀 你消停消停吧小月 刚下来就到处惹事 你懂什么 咱们要想去墨地啊 就算有足够的墨地传送门框架 也没有启动框架的墨影之眼啊 击杀墨影人和猎眼人 分别掉落墨影珍珠和炼粉 到时候就可以合成墨影之眼了 不然你怎么击杀墨影龙啊 哇 小月 你眼光放得这么远的吗 才到下界都已经想到墨影传送门的事了 这可不像你啊 你慢慢在这玩吧你 我要去找下界要塞和门影人了 呵呵 小伙伴们 我跟你们说啊 我太了解小月了 这丫头分明就是太久没有见到新大陆 太激动了想到处玩玩 还说什么寻找下界要塞 以前让她干活 肯定打死都不愿意动呢 实在是我会话 点赞关注加收藏 爱阳小月 请吃他 欢迎收看本期的空岛挑战 各位小伙伴们都已经看到了 费尽千辛万苦 我们终于是开启了下界传送门 并来到了下界 这可是画时代的图伙 现在的下界资源 比起之前的版本的下界 可是枪太多了 不说这里是第二个主世界 也差不多了 狼里个狼 狼里个狼 我小月高高兴兴走四方 哎呀 你哪个没素质的屁小孩 在这发的神远头啊 哎呀 小月这个丫头 果然玩过头翻车了 算了 现在留在这里也没什么用 还是先回去吧 哎等等 回去走你哪边来着 算了算了 不就是回个家吗 有的是办法 哎呀你咋回事 怎么全身冒火呢 哎呦 烧起来了烧起来了 水 水在哪里 我需要水 这怎么回事 怎么掉进水里面都没有用 你这也没有受到伤害呀 你这个情况应该是 我知道 我这应该是获得了传说中的 森位焦火的力量 哈